大家好,咱们来看看,刚刚顾客在一个老乡购买了一台这个爱马的电动车,捡一款的,花了800块,这个车况比较好,正常行驶,然后使用了有七八个月左右,不到一年的车 车子是七年的款式,属于国标车,那么也可以挂牌上路的 整体的外观看起来还不错,没有出现什么这个损坏的,就是外面这些灰尘啊,还有泥土比较脏 清洗一下,车子还是比较亮的,估计就是上下班用比较多 车上的零配件,看起来摸起来就稍微比较扎实一点,比起这些杂牌车稍微就比较亮,比较好 功能方面都差不多,没有什么相比较的 这个架子看起来也是稍微比较老,比较粗一点 后面采用350瓦的电机,配备前后真弓胎 前轮子配的这个小股刹车,这个没什么效果 电动车,一个简易管的这个切线 柴脚板这里就是装电池,48V,12A的这个电池 新车计算充满可以开到50公里 开了不到一年的车,可能在40公里到45公里左右应该开得到 车型款式还有配置都是属于比较简单一点的 也不是说属于那些比较高档,配置比较高的 就是比较上下班简单骑行用的这一款车 前大灯跟这个一表是集成在一块的 这个菜篮也是比较普通比较差一点的 比较稍微这个支架都是比较小一点 再来说一说这个车它新车购买价是花了1800多 那么现在是开不到一年卖了800块 大家觉得怎么样 就是这个车款跟这个价格有没有这个价值来购买 好了,咱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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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